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录过了 可能很多人都对这个类别比较感兴趣 那就是我的爱用品 我四月五月都没有出爱用品嘛 然后现在是六月中旬 所以这个视频呢 基本上就算是我的四五月爱用品 然后呢我前几天去了广东 所以我感觉我有一点点吃胖了 如果你们觉得我脸圆了的话 那就是我吃的太多了 所以今天还是把头发披下来 稍微遮一下我的脸 好那就话不多说 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 这次的类别呢 就是护肤品和化妆品都有 如果你们感兴趣 我最近这两个月发现了什么 好用的护肤品彩妆之类的 那就继续看下去吧 好那我们就先从护肤品先开始 第一个想给你们推荐的产品呢 是来自这个牌子 我想给你们推荐的 就是他们家的清洁面膜 这个清洁面膜呢 真的是我最近用到 我觉得非常非常惊喜 超级好用的一款 这个清洁面膜里面呢 是这种淡绿色的泥状的质地 它这个泥状质地非常的细腻 而且它涂在脸上之后呢 也不会有那种特别刺激的感觉 就我以前特别喜欢 那个Glam Glow的白罐 那一款的清洁效果也很好 但是我每次涂在脸上 我就会觉得脸很刺痛 然后还有一点点熏眼睛 虽然洗完脸之后 皮肤没有什么异常状况 但是在用的时候 使用感还是不是那么的舒服 但是这一款呢 它就是有一个淡淡的香味 我用起来没有任何刺痛的感觉 而且它的清洁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这种泥状的清洁面膜 它在你的鼻头毛孔的地方 就会出现那种小孔 我觉得应该就是 它那个膏体 有把你毛孔里的杂质吸附出来 才会产生那样的气孔 然后你把它用清水洗掉了之后呢 你就会觉得毛孔特别干净 像是我平常 鼻头还有额头的地方 我用完清洁面膜 还会用粉刺针去挤一下 就是把毛孔里面那些白头啊 油脂力挤出来 但是像脸颊这些部位的毛孔 是没有办法去挤的 所以用这种泥状的清洁面膜 去清洁脸颊部位的毛孔 就非常的适合 而且它这个清洁面膜 在敷完鼻头这些部位之后 你后续用粉刺针去挤你的 那个黑头白头油脂力堵塞 我觉得都会更加容易 它有一种把你的毛孔打开了的感觉 我自己以前很经常用的 还有那个清洁的冻膜 那个也是好像去黑头效果非常明显的 但是我觉得那个的效果呢 它只是会让你的 那些白头粉刺浮出来 然后更容易你用粉刺针 去把它挤掉刮掉 但是它不会有一个吸附的效果 可是这个它给我的感觉是 不仅可以把那些脏东西吸出来 而且也是会让那些脏东西 更容易浮出来 这个面膜虽然一支不是特别便宜 但是它容量真的是非常的大 它有200毫升 我觉得比很多牌子的面膜的 性价比都是要高的 这种清洁面膜呢 多多少少对皮肤是有一点点刺激的 你不能太频繁的去使用它 我比较建议的是一周用一次 然后你在用完了之后呢 也要记得敷一张补水或者是镇定的面膜 之前我买的时候我朋友他是 混油皮 他跟我说他用了之后有一点起皮 但是我自己是干性敏感肌 我用了之后呢 是没有起皮的现象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比较因人而异 如果你既想去试一下这个产品 又很担心你自己的脸会起皮的话 那基本上就只建议你 先在你的T去用一下 因为T去的这些地方 油脂分泌是比较旺盛的 然后皮肤也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脆弱 对你就可以小范围的先去试用一下 真的挺好用的 推荐你们去试一下 好 下一个产品呢 也是一个护肤 护 护肤品 如果你关注我比较久的话 就会知道这个牌子 因为我以前在空瓶季里 就有跟你们推荐过 他们家的这个沐浴者里 有那个玫瑰味 还有葡萄柚味的 都非常非常好闻 我当时给你们推荐 就是说它的玫瑰味就是很天然 就像你清晨站在玫瑰园里 呼吸着那种玫瑰的香气 在带着那种露水的清新的那种香味 然后我现在用的是他们家的葡萄柚味 这个也非常非常好闻 就是那种很适合夏天 很清新 因为它里面是有葡萄柚橙花这种 一听就感觉很清新 很舒缓的香味 我对沐浴露的要求 就是它不能太难清洗 就不能说那种假花很严重 再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它的味道必须要好闻 这个葡萄柚味呢 因为它很清新 就很适合夏天用 每次用完真的觉得非常舒服 那个味道闻起来就会让人觉得 很放松的感觉 我真的很喜欢 这个沐浴露呢 就是他们家我的入门产品 这个牌子呢 以前就是你只能找代购 或者在国外买到 但是它后来就是引进了 中国有旗舰店的那种 最开始用了这个沐浴露 对他们家的品牌 印象非常好 再加上我后来就是有一次看视频 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博主推荐了他们家的一款护肤品 就是这个 这个是他们家的一个舒缓 舒缓抗敏的一个精华 它里面添加了像是苦橙 然后山津车花这些抗炎剂 就是可以帮助舒缓皮肤 然后还添加了很多抗氧化剂 所以理论上来说它应该也可以起到一些抗氧化产品的功效 这个精华的质地呢是这种半透明的感觉 然后你抹开之后就是这种特别特别水润 很好吸收的一个感觉 我很喜欢它的一点呢 就我觉得它用起来非常的清爽 完全不油腻 但是保湿效果呢又挺好的 就很适合现在夏天去使用 早晨用完了之后呢 就会觉得它整个给我的感觉是那种水水的凉凉的 皮肤就感觉很润 但是又不油的感觉 而且因为我自己是干敏皮嘛 所以皮肤就比较容易干痒 再加上我眼周一直都有那种过敏性的皮炎 每次用它呢 它都会有一点点帮我舒缓镇定的效果 就会让我的皮肤感觉没有那么干 没有那么痒了 而且它还有那种修复红血丝的功能 因为我自己的角质层比较薄嘛 所以脸颊这边还是会有一点点红血丝的 所以我就希望用这个可以改善一下我面部的红血丝问题 但是这个呢应该得我把它用完一整平才能看到一点效果 我现在是用了这么多 唯一的一个小小的点就是 我觉得它的味道有一点点奇怪 形容不出来这是什么味道 不是那种香味 涂在脸上一段时间之后它就散了 如果你的皮肤也是比较容易敏感 比较容易干痒的话 那你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精华 这个是Farmacy他们家的一个Clean Bee 就是洁面蜂蜜 Farmacy这个牌子就是可能去年今年活下的 他们家最有名的是那个卸妆膏 但因为我你们也知道我一直都用的是Evolume那个嘛 所以我就没有买那款卸妆膏 但是后来我看Raini推荐了他们家的这个 洁面蜂蜜 然后我就去买了 因为我跟Raini的肤质是比较相近的 所以她推荐的一些东西我都还蛮想去尝试的 这个洁面蜂蜜呢 它就是一个类似于洁面蜂蜜的感觉吧 它不仅长得很像蜂蜜 它的味道也很像蜂蜜 我第一次闻的时候真的就觉得完全是那种很天然的蜂蜜的味道 很好闻 它是那种氨基酸洁面 所以整个用起来呢非常非常温和 我一般是早晨用来做沉洁的 因为有很多人好像不太喜欢用皂肌 如果你是比较喜欢氨基酸洁面呢 你就可以去试一下这个 食用感真的很好 味道很好闻 你还蛮容易搓出泡泡的 清洗的时候它也不会很难冲洗 虽然我不喜欢用氨基酸洁面 但我觉得这款实用感真的还挺不错的 好 今天的最后一个护肤品 这个其实应该跟刚才的面膜在一起讲的 是一个匈牙利的牌子 大家应该比较清楚吧 我挡住的是我买的那家店的名字 因为我每次都是买30毫升的分装 所以它是拿他们自己的盒子分装的可能 我之前也有给大家推荐过他们家的那个杏桃面膜 那款呢就是补水效果挺不错的 我还很喜欢的就是他们家这款七草面膜 这个面膜也是我看我刚才推荐人的那款 书敏精华的同一个博主 他的视频中槽的 他说他当时就是过敏了 然后整个烂脸就敷这个面膜 皮肤状态就好了很多 我就很心动所以才去买的 这个面膜我也是用了很久了 但是好像就忘记在视频里跟大家讲了 这个面膜主要它是来镇定然后去痘痘的 里面就长成这样子 感觉是有很多草啊 植物混合在里面的 它的味道也非常神奇 大家应该吃过冬银公火锅 冬银公汤之类的 它的味道完全就是冬银公火锅的味道 那种柠檬草的味道 我非常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 它的去痘镇定效果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我其实不是那么容易长痘的人嘛 但是偶尔的偶尔皮肤也会出现一些状况 就可能爆一颗很大很大的痘痘 我把这个面膜厚厚的涂在痘痘上 可能半个小时洗掉 第二天那个红肿的大痘痘就会平下去很多 如果是那种有浓的大痘痘 第二天你也会看到你的痘痘就扁下去了 它的镇定效果真的非常好 我基本上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去痘面膜来用的 那现在就来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这两个月用到很喜欢的一些彩妆品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这个是德国的歌剧魅影六色遮瑕盘 这个遮瑕盘我是最后一个拥有它的博主吗 因为它真的太多人推荐 太多人说好用了 而且我作为一个这么爱买遮瑕的人 我竟然现在才拥有它 我给你道歉 这个遮瑕盘呢 就以前看小猪姐姐还有Regina 瑞姐 她们的视频真的就很种草 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一直都没有买它 我真的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实用 你有了这一盘之后 你可以不用再去单独买遮黑眼圈 或者是单独买提亮类沟法令纹的这种遮瑕 因为你在这一盘里呢 都可以找到适合你的颜色 我买的这个颜色呢应该是他们家的六号色 是这个Correction 叫色盘 我平常的使用方法呢就是混合 这两个颜色来遮我的黑眼圈 这个肤色呢我平常是会用作遮痘印 因为你们可以从镜头里看到 它其实带一点点非常非常淡的绿色调 所以你在遮痘印 因为痘印是有点点泛红的嘛 它可以很好的中和掉痘印的红色 中间的这个鹅黄色我会跟这个肤色混合去提亮我的法令纹 还有泪沟的地方 就会从视觉上让我的脸立马 澎起来 没有泪沟的话整个脸就看起来不会那么的疲惫 所以这一盘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实用 你们看它这几个颜色的色调都调的比较偏中性 很贴合肤色 这几个深色呢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色状况 去做一个调和 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颜色 你们可以看到它遮瑕膏的一个光泽度吗 它是有一点点油润 但是又不会说过于软的那种膏体 我今天眼下呢就是用的这个 去遮我的黑眼圈 完全没有卡粉 也不会觉得很干 遮瑕力我也觉得非常好 你不用说去叠加两三层 才能遮住你的黑眼圈和痘印 如果你需要出门旅行 你就只用戴这一盒 这一盒里面六个颜色 基本上就可以帮你解决 你脸部色素暗沉的所有问题 有人说它质地比较干 我觉得应该是季节的关系 我是夏天才开始用的嘛 它的质地就完全很滋润 如果你关注我比较久 应该都知道 我自己是非常注重脸部遮瑕的 因为你选择这种专门遮瑕的产品 去遮掉你脸上的一些瑕疵 会让你整个脸的妆感 看起来都比较清透 皮肤看起来也会比较好 所以如果你还在依靠粉底液 带给你的超强遮瑕力 去遮掉你脸上的瑕疵的话 那我建议你真的试试遮瑕吧 然后下面两个彩妆呢 都是我近期一直一直在用 然后每一次都会有人问的 首先呢就是高光 高光也是我今天脸上用的这个 就是这一盘Benefit Mini Bronze 这一盘呢应该是之前出的一个限定 我也不确定它是不是限定 这一块就是一个比较偏香槟米白色的高光 它高光本身的这个粉 超级超级软糯 这个高光呢完全就是一种水光的感觉 你上在颧骨上呢就感觉是那种 波光灵灵的银河的感觉 超级超级美超级闪 这个珠光它在手上看起来很细腻 但是它上脸之后有一个缺点 就是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显毛孔 就是我之前有在Web上发一张 侧脸的那个照片 我觉得它会让我的毛孔 看起来比较明显一点点 但是那个照片是相机这么近的状态下 但是如果是正常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 我觉得应该不会那么的明显 这个就看你们自己的喜好了 这一盘里面还有benefit 他们家最经典的这个cooler bronzer 然后这个是一块腮红 上面有那种金色的细闪 它的颜色就是那种粉粉金金 还有一点点偏橘的感觉 就还蛮少女的 很适合夏天去用 所以我觉得这一盘呢真的是很划算 好希望中间的这块高光 可以单独出一个 如果单独出了的话 一定会卖的超级好 这个真的很美很美 下一个彩妆呢 也是最近被问到爆炸的一个腮红 这个腮红呢 是other stories家的这个客字腮红 这一块呢是在微博上 看别人推荐 我觉得它颜色超级好看 我就去买了 这块腮红真的好美 你们看它在镜头里 就是那种土橘色 但上了眼之后 它真的不是这种土土的感觉 我今天脸上涂的就是这块 我最近一直都在用这块腮红 就是有一点那种奶茶 杏橘色的感觉 看起来没有它那个盘子里 涂色那么重 上了眼之后 真的就是很温柔 又元气的感觉 而且它真的超级超级便宜 这么大一块才100出头 你们说 就它的颜色 颜值 价格 粉质 有理由不买吗 请问 我最近发的所有的照片 用的都是这块 我真的太喜欢它了 这个产品应该大家也比较感兴趣 是我之前发的照片里 一直在涂的一个指甲油 这瓶呢是Assie他们家的897 泰飞糖奶茶色之类的吧 超级超级温柔 这个我的手长得不是很好看 就手指头很粗很短 然后指甲盖又很圆 但是我觉得涂上这个 也还蛮好看的 因为就蛮多人在问的嘛 所以就在视频里也说一下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买 终于来到了最后一个产品 然后最后一个想给你们推荐的呢 就是我眼睛上现在戴的美瞳 这个美瞳它的颜色是一个那种 橄榄绿色 我平常戴的要么就是透明的 要么就是棕色系的 基本上是从来没有戴过这种 偏绿棕色的美瞳 但这个绿色我真的觉得超级自然 你不管是化那种比较素一点的妆 还是像我这样子比较完整的妆 我觉得戴起来都蛮好看的 它的直径是14毫米 我必须要给你们推荐这款的理由 除了它的颜色好看之外呢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戴上真的超级超级舒服 我的眼睛相对来说比较敏感一点 所以我基本上戴的美瞳都是日炮 因为日炮它的含水度啊透气度这种之类的都是最好的 戴起来舒适度最高 但是这款美瞳真的跟我戴日炮的舒适度是一样的 我一天戴下来就算我带着它去坐飞机 我都完全不会有那种不舒服干涩 或者是滑片的问题 这个美瞳呢是当时店主寄给我的 他就想让我收到之后 如果觉得舒服就可以带着拍拍照什么的 鉴于我这个月这么频繁的带着它拍照啊 然后也有很多人在照片下面问这个美瞳的款式和颜色 所以就一起在视频里跟大家推荐一下 另外平时大家在选购美瞳的时候也要注意 因为现在美瞳的品牌非常多嘛 然后购买的途径也很多 你们一定要选那种有医疗器械许可证的店铺去购买 这样子你购买的美瞳才有一个安全的保证 我带的这个牌子呢 它就是有医疗器械许可证 还有实体店的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 它还有很多别的颜色 这些呢就是我用到这两个月 我觉得还不错可以跟你们分享的一些爱用品了 然后我上一个视频说要录的那个毕业妆容 其实我录了 但是那个视频我感觉我的状态不太好 画的也不太好 而且现在感觉大家都已经毕业了 所以那个视频呢就不打算发了 但是这个月呢还会有其他的视频 我也会勤劳一点多拍一些 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还是希望你可以给我多多的投币收藏点赞弹幕 对 那我们今天